大家好,我是猪猪 今天我们的紫薇斗树的夫妻宫特辑来到了天象星 这是一颗比较温柔,比较和善,比较包容,比较体贴 几乎是人畜无害的一颗星 那理论上它在夫妻宫应该是非常好的嘛 但是呢,在市面上你经常会听到 天象星这颗星在婚恋市场上的名声不太好 经常就说,哦,你有二婚的可能性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天象星到底是得罪了谁?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解误一下 如何正确地看待你夫妻宫有天象这颗星 在开始之前还是先安利一下我们的网站猪猪命理 如果是想要找我或其他猪猪姐姐一对咨询 或者是看我们的课程的具体情况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 好,我们来聊聊天象 天象这颗星呢,是一颗成象星 成象星呢,就好的方面 它肯定是属于比较情商高 比较能够听取各方的意见 比较能够去平衡各方的利益 老成象嘛,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它应该是很好的 By the way,我自己也觉得它是很好的 我一直以来的视频都觉得天福啊 天象这些星 都是在夫妻宫是顶配 但是如果你去看古书 或者是很多网上的说法 会说夫妻宫有二 就是这个夫妻宫沾天象啊 有二婚的嫌疑 所以大家会很害怕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要从它 追根一下,追根到底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我要从命主跟的性格 这方面首先来分析一下 天象星呢 它如果在夫妻宫 你的命宫 就一定会是七杀这个星 所以这个视频就是做给 七杀的小哥哥跟小姐姐们的 你们的性格呢 是属于沙破狼嘛 开创性比较强 而且七杀呢 又是七杀破军探狼 这三个 沙破狼兄弟里面 行动力最强的 变动性最快的 这样的一种独行侠将军 感觉啊 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呢 在思想里面 你们很多事情做决定 就是自己来做 而且是走在最前面的 做,想好了就去做 如果不要做 我想都不想就不做 所以七杀呢 给人的感觉啊 大部分人是人狠话不多 小部分是人狠话也多 就是子五那些七杀啊 就是会比较活泼一点点 但总的来说啊 你们都是自己的事儿 自己做 别人的事儿 要你管你可以管 不要你管 你也不想管 这种感觉 那既然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你的夫妻宫 摊上这颗心 就是代表你人生的智慧 也就是你会找一个 给你兜底儿的人 这跟贪狼心一样的 贪狼心他们自己是很会社交 很圆滑什么之类的 但人家夫妻宫 就是一颗很稳定的天府心 要的就是后院不要起火 你们七杀也是一样的 天象这颗心呢 作为天府心的成像心 它比天府心都还要情商高哦 还能出谋划策哦 还不孤傲哦 而且很稳定 所以其实怎么来说 我们必须要承认 天象心的好处 就是你的另一半 你在找它的时候 你找的就是人家这种情商高 找的就是这种 能够跟你兜底儿 凡事儿不那么冲动 你冲在前面 你会发现 你一下就抱起来了 它没有跟着你抱 它会观察一下说 OK你一下子在遇到这种情况 我可以在这些地方 帮你拉回来一点点 不要那么冲动等等 所以总的来说啊 夫妻公占天象 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 一定是他的这种高情商 他的稳定度高 还有他 就是这种能够帮你兜回来 并且还能一些出谋划策的 这样一个点吸引了你 这些都是优点 你们不能不看到 我觉得这个 在我接触到的啊 就是这个学员 或者是客户 或者是朋友身边 七杀新组成的家庭 无论是男生是七杀 还是女生是七杀 确实家庭里的很多 意见型的东西 是他在提出来 他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在这去旅游 他想要往这个城市搬一搬 他想要买个房子 他想要个孩子 很多这个意见 是他提出来 然后对方呢 就是没有他快 肯定没有他快啊 然后对方怎么反应取决 那这就决定了 他们的家庭核不成度嘛 所以如果对方 刚好是天象这种性格 又有天象的美好品质 也就是我先听你说 然后我权衡一下 好那这是你想的 即便我不愿意 那我退一步 或者是你 我们俩各退一步 看能不能把这个 一碗水给端平啊 就是那种端水大师的感觉 他天象 那这样的话 七杀的家庭 就会过得比较的和睦和顺 所以其实七杀的本 这个天象星在家庭的本质 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找的对方 无论是男生女生 都要首先听你把话说完 而且要能够给出一个 更综合更宏观 更平衡的 这样那个 他的意见反馈给你 他就会让你觉得很安心 就会让你觉得 OK 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本质的 这样一个如此优秀的本质 到底是招惹谁 为什么会有二婚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又要从七杀说起了 在古代社会里面啊 男生也罢了 男生在古代社会 二婚三婚也很正常 所以这不是一个诅咒 在古代 在女生这方面啊 你像古人对杀过来的女生 一向意见都是多多 尤其是七杀这种 这种冲在那么前面的 而且又人很 人比较狠的这种 行动力这么强 是非对错决断 都是那种黑或白这种 他对这种古人呢 他就是会觉得男人 驯服不了你们 就是ideally 你找的是一个 你冲在前面 他帮你兜底的人 但是在古代 根本不可能 你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你根本也不可能 是因为你们家里 出利监领袖的人 所以在古代 那个社会下来 他觉得没有男的 能hold住你 没有男的 愿意听你说 还给你指引方向 还追随你 所以他就会觉得 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悲剧 所以天上这颗星 有二度的意思 这个二度 有时候把它翻译成二婚 有时候其实呢 会更多的情况下 是代表什么呢 跟原来的那个 少小相识的人重逢 这个也是天上星 经常在实践里 会发生的意思 就比如说 你的小学初中同学 你青梅竹马的朋友 你的哥们 然后在你兜兜 转转走了一大圈之后 你又回到了他 你去想想为什么 这也跟天上星的本质有关 因为七杀的小哥哥 小姐姐们 你们内心找的 就是一个能够懂你们 体贴你们 平衡你们的这种 冲劲的人 你有时候知道 自己情商敌或无礼 或者就是反正 我就这么做了 我不解释 我做的不对 那又怎么样 成人的世界不讲对错 讲的就是结果 我就是要这么做 你知道你的这点任性 或者是有时候冲得太快 你想要一个无条件 来包容你的人 谁能无条件包容你 通常都是 大家都还年少 无知的时候 也没有见过什么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 又了解你的这个品性的 小兽就能玩到一起 所以这种所谓的包容性 和这种会追随你 把你拉回来 保护你的这种特性 是在你小时候 遇到那个人 那里是最容易得到的 无论是你的学校同学 还是你的初恋男友 还是你的隔壁邻居的哥哥 小小姐姐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 天象这种二度的意思 也就是 你在兜兜转转找了一大圈 特别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会变得越来越 欺杀嘛 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往前冲 你就越来越找不到 一个愿意配合你 大家都是 都是很优秀的 别人凭什么要配合你 你很难找到这个人 所以到最后 你又找到一个 曾经 你小时候跟你在一起过 很有赤子之心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就会让你特别有安全感 一下就觉得 我太放心了 踏实了 我不去跟他装 也不用解释太多 他就是 小时候我怎么样 小时候我就最欺杀的时候 人小时候都不会 掩饰自己的性格 我当时那么狠的时候 他能跟我那么好 现在我还情商高了一点 他更能包容我 所以欺杀的 这样的 小哥哥小姐姐们 你们在找对象的时候也是 好好关注一下 那些曾经小时候 青梅竹马的对象 会非常好 大家就是一个七杀 你看他最后 会闪婚的对象 就是他曾经小时候 这个以前的对象吧 这个也是七杀 这个二婚轨迹 会经常出现的 其实我必须说 在实战案例中 这个七杀二婚并不多 就七杀为命主的 二婚并不多的 这个数量不多 是比较少的 但是一旦出现 很容易就是这样 就是你最后 就是结了婚之后 嫁给少小相识的人 或者是你跟他离婚 然后再复婚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找回原来的感觉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相对的话 你们也要知道 你们可能 要去找那种 让你们有安全感的人 那就要趁早下手 因为你们年纪越大 越优秀 七杀就会越孤寡 这是一个比较孤寡的心 你懒得去社交 也懒得去迁就别人 别人也懒得迁就你 你们就相对在感情路上 会多一些 就少一些机会吧 比如说多一些科判 我觉得是少一些机会 注意要看一下灵工 天象星这个星群 要看一下灵工的 特别是天象 在独坐的时候 看一下隔壁的巨门 跟天梁 什么状态 星要亮度好不好 有没有急化 有的话就会 你的天象就会更坚定 不委屈 就是要找个条件好的 天象很现实的 找个跟自己匹配 甚至更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天象这颗星 在不同的地质宫位 来讲一讲 首先在桃花宫位 在子武的话 是莲真跟天象 会在一起 他对面会是破军 这个组合会是 所有的组合里面 桃花最多的 你们呢 命宫 命宫会是七杀 在营生的这样一群人 你们可不缺桃花 很多人七杀缺桃花 你们不会缺 因为沾了人家莲真的光 莲真是一颗桃花星 再加上子武宫 又是桃花位 那么如果煞星过多 有可能你就是很想 找找不到 但是只要杀幸福那么多 你们不愁嫁或娶 你们的问题是很容易 婚后 有二薪 确实这样的 因为这个 有很多桃花的因素 在你们的 这个夫妻宫里面 所以比较好的应对 可能是你在工作场合里面 经常会接触一些异性 散发一些魅力 就完了 你也不会多走一步 但是如果打我不好的话 还是你要注意哈 你那该死的魅力 你要懂得控制 那这群人是桃花 有点过多的嫌疑的 那在毛友的天象呢 就还好啊 你们的命功会是紫围七杀 对吧 这个你们的 这个感情呢 会是一个先动 后吻的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不会特别早混早恋的 这也是正常的 你们自己紫围七杀 这个组合 本来就在一马位 你们的性格就是 我们先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又在现在这个社会 那就先谈几次恋爱 然后再说 不要给自己上来 就马上要怎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也不会的哈 紫围七杀 很多都很自信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你们就先谈几次恋爱 好 那接下来再酷威 酷威的话 在程序的 会是紫围跟天象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呢 有点难搞的 它是一颗比较 就是两颗星吧 它们星要星辰很不一样 紫围很有主见 很稳定很孤高 那天象星呢 比较随和一点点 比较没有主见 比较包容 所以这个组合呢 有时候会 让你想不清楚你要什么 这个组合通常命主开窍是比较晚的哦 就是先观察 隔壁的姐妹 上下铺的姐妹都谈过了一圈 我好像还没有开窍 因为我也不知道想要怎么样的 就是这种感觉 紫围的 因为有紫围的眼光高 也有天象的美主见 同时又有紫围的这样的一种霸气 然后她那种想要控制主导 所以紫围天象这个组合有点矛盾的 叫这个很叛逆的一个组合 那你看上的那个人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 一旦沾上什么叛逆组合 你就容易被那种人群中不一样的人吸引 这个可不一定是包一词 不一定她特别优秀 反正她就入了你的脸 是因为她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就是怎么讲呢 根据这个攻心的这个组合 我也觉得你好像也不敢特别的 虽然叛逆 但你好像不会特别的冲 可能也就是以暗恋为主哦 或者是 怎么讲呢 就是心里想了半天 然后最后也没有太说出来这种感觉 那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容易眼光过高 而谈恋爱比较晚的组合 那接下来是丑魏 丑魏的天象呢 它对面是紫魏跟破君 对吧 那你的命宫的话会是五曲七杀 对吧 是五曲七杀这个组合 那我觉得你们是踏实的 命宫都沾不取了 那你肯定是踏实稳定的 丑魏的天象又在酷魏里面 天象星沾到了在酷魏的时候 会更加的稳定的城市 那我觉得你们没问题 你们想早结 你们就会在该早的时候 找一个差不多的对象 你们想晚结 那先搞事业 在差不多的年龄 你就找个差不多的归相 像这一组人 不用帮别人被别人带节奏 什么你的上下铺的姐妹都结婚了 那又怎么样 你还没有到时候 你就不要去动 当你到了时候 你的这颗五曲心会带领你 帮助你 找一个跟自己 就是评断差不多 你也容易看上他 他容易看上你 反正五曲这颗心 挑苹果眼光是非常好的 他会带你挑到一个 跟你很相当的人 没有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是马卫的 马卫上的天象呢 在四海的天象会是独作 然后对面会是紫围跟破君 对不对 五曲跟破君 对五魄在四海 那么你的命功就是 连针七杀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不错 我挑不出太多毛病 只是因为你的夫妻公在一马卫上 会有点取少离多 这种取少离多可能是 你跟他在一起 然后他调工作了 去另外一个城市 你就跟着他去了 或者是你调工作了 他可能会跟你分开一段时间 再跟你来 然后又或者说他经常出差 他很喜欢运动 天天都要出门 或者是你们俩到后面 老夫老妻就分房睡 分房睡 在一马卫的天象星 是毕竟我们来说是天象 不会翻出什么大花来 但他又比其他天象要好动一些 我挑不出他什么太多毛病 那么我觉得你就跟他 巧妙的聚少离多就行 比如说你去每年 组织一次自己的旅行 你跟他分开 或者是就经常出出差 这个问题并不是非常大 连针七杀的话 你们的性格也是很稳的 我觉得你们不会为爱疯狂 做出什么 特别过分的事情 所以你们的眼光是可以的 好那最后呢就是迎生的 迎生的天象会是跟吴曲在一起 吴曲跟天象这个组合 对攻破军独坐 然后你的命攻就会是 七杀独坐在陈虚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组合是所有的里面 最难最难hold住的 陈虚的七杀性格是非常稳的 他不见得有平时七杀的这个冲净 他会有点战略家的这种感觉 他会很经常观察 你的 你的婚恋 这个攻心的组合也很矛盾 有很理智的一面 比如说吴曲 然后有很动的 就是很变动性很大的一面 很不切实际的一面 就是因为公位 那还有很随和 很可以将就的一面 就是天象 这个矛盾的组合 小时候不好hold住的 我见过七杀离婚 最多的是这一组 就是在陈虚的七杀 离婚或者是分手吧 反正就是那种 真的最后悲剧了的那种 因为小时候啊 你很难hold住 这个公家心的组合 你到底是要舞曲呢 你还是要一马呢 你还是要天象呢 所以处理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该决断的时候 你又让步了 好委屈 你该让步的时候 你又来舞曲了 你跟他刚 然后你该要稳定的时候 你还想一马一下 我在玩几年 就是有点说不清楚啊 就是有一点那种 得理 有时候会得理不饶人 或者是比较作 要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反正跟你们相处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这样子 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 所以呢 建议你们 年纪大一点点 再去找 刚开始也是 先谈恋爱就行 不要急着去怎么样 年纪大了之后 找了一圈 要谈一圈 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不要先结婚 我的意思可以谈恋爱 不要先结婚 先谈一圈 把舞曲的带来的好处坏处 领略一下 我说不能那么刚 把天象的好处 也和坏处也体会一下 知道收持有度 不要一味忍让 把一码心的这个也硬一硬 哎呀追够心了 流浪够了 好终于有一天 你可以稳定下来的时候 再去谈这些 就会比较好 嗯 你们 我觉得眼光 总的还是不错 有舞曲心吧 在这 能跟自己挑到那种 跟自己什么样貌啊 条件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以这种挑苹果的眼光 你们也能挑到 跟自己相配的 嗯 嗯 但是相爱 你们这组相爱 容易相处的 好 OK 以上就是天象星 在不同的地质公位 和不同的心要组合 天象星不参与丝化 这是更好的一点 没有什么路权科技 所以永远是稳定的 那么所以呢 总结一下 七杀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你们的夫妻宫的 这颗心呢 不要被吓到 我依然觉得 它是非常好的一颗心 但你要知道 它好的本质在哪 它的好的本质 不是说 它能带领你 什么往前走 它特别的 让你有安全感啊 就是这种 就是帝王像啊 或者是什么 它很有魅力 什么很有文才 很浪漫 都不是天象星的优优秀的本质 还是在于 它是一个很好的倾听 跟追随者 它的包容性 才是它的最美丽的地方 所以你命作七杀 你无论如何找的那个人哈 就是要包容你的人 所以什么意思 谈恋爱的期间 不要hold着 不要端着 该抱抱 该怒怒 该冷战冷战 把你真的样子都体现出来 你每一次 就不要夸张啊 就是你 也不用加大 就是你都展示出真实的自己 你看看它的反应 如果它的反应是极其痛苦啊 它也在hold着一股 憋着一股劲 而在让着你 不对的 如果你看它好像 你无论是up and down 它自己情绪很稳定 然后它就是理智的分析一下 哦 这种情况你会这样 那好 那不要急啊 请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以后就怎么样 它甚至感觉 让你感觉有一点 温温吞吞 慢半拍 扶不起的感觉 哎 这种程度就最好 因为它不是真的扶不起 你要知道 你作为一个七杀 你挑柿子的眼光 是非常好的 它不会真的扶不起来 人家的工资条件 身高什么 家世条件 一定你早就筛过了 它不会是一个 条件很差的人的 那在条件过关的人里面 一定要找那个脾气性格好 包容你 而且记号是追随你的人 你不要找一个引导者 七杀不需要引导者 你可以去 你是你们家的引导者 别看你们可能是主妇 可能是不工作的人 或怎么样 你觉得 那我老公赚钱比我多多了 他引导我吗 对不起 他引导不了你 他赚钱比你做再多 你做一个七杀 在你家里 你都得引导他 在意见上 在你们家要 就是这个整个家庭 氛围 或者你 人生决策 往哪方面走上面 因为你根本不会 console别人 你说白了 你就是个独行侠 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追随者 好 那这就是天象星在复习宫的本质了 所以如果你的感情 现在是很好的状态 你不要被什么二婚这种事情给吓到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求偶中啊 七杀们 好好去看看 小时候真的见过你的这个德性的样子 你杀坡打婚都见过那些 还不嫌弃你 很喜欢你的人 这就是你应该去找的人 而如果你已经离了婚 你就知道往哪走了吧 对不对 往你的旧相识上面去找一找 往你多年的老朋友 幼儿园的班级同学 或你们家邻居隔壁什么之类的 什么三姑六婆 小时候的谁的 阿姨的儿子 那个哥哥 那个小姐姐 跟你小时候玩特别好的 往那个方程去找就对了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